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欧马 最近房市真的非常的火热 但是很多建商却开始做起租屋生意 照理来说 房子都不够卖了 为什么还要做子租不卖的生意呢 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 这些建商到底打的什么样的算盘吧 大家应该也知道 最近房市上涨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通膨导致原物料上涨 土地的增幅呢 在今年更被形容是喷量式的 难保今天主干到旁的地价 几个月后就是巷内的地价 这样的说法呢 让建商们有地就收 也刺激政府呢 把精华区地上权的案子释出来 而且疫情下呢 导致缺工缺料的问题更加的严重 像营造工程物价指数呢 从2020年到现在至少飙涨了20%以上 过去呢 大楼一瓶的造价成本大概在15万左右 现在20万才有机会可以找到营造厂 但原本20万呢 目前也涨到了26万 这样的攀附呢 让很多原本谈好的合建 都更 围绕案的建商 都面临成本过重的问题 大喊吃不消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一些案子可能就考虑要延后开发 建商觉得可以再养地一阵子 或有一些呢 真的很惊慌的地段 卖掉不如出租 借由这些空间的展示 未来的企业形象发展 或者是品牌概念 像是万龙呢 在酒楼蒲原共生公寓 或者是台中50多年的邮局 改建成复合式的邮政大楼 楼上呢 有88间套房 显示包租工这个细水长流的生意呢 无论是私人企业 或者是公家机关 还是非常受到他们的欢迎 看完以上内容 是不是会有一种 有土丝有才的感觉 我知道其实身边有很多的朋友 对于包租工生意 还是非常的有兴趣 但是有时候呢 物件太大 又不见得吃得下 物件太小 没有经济规模的话 其实管理成本又相对比较高 因此呢 我认为这个之间呢 还是有一块 是可以集结大家力量可以切入的市场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一定要赶快加入我们的红色脂肪粉丝团 连结在下面有哦 要赶快加入 我们有第一首消息的时候呢 一定就会让大家知道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ylish的资讯 第一时间分享给你哦 sotto会有点资讯 我现在就拍了 那么一启小铅 blue